张晓燕的一些话,50岁以后,不要自作多情,每一点都很现实。 50岁以后,不要自作多情,每一点都很现实。天马行空,我行我素。 如果自己有闲钱,就看美景,想美食,充分享受社会回馈给我们的美好。 生活,弥补我们这一代的缺失,找回失去的自我。 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。只有身体能自理,就要与儿女分居,独立生活。 不能把幸福晚年寄托在儿女身上,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。 的现实,以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。 常言酒病床前无孝子,要有自度难关的准备,要与子女保持一定的。 距离,不要把痛苦困难总对儿女讲。否则,孩子们会烦你的。 别把亲情看得太重,别再牵动太多的亲情,到了人老没用的时候,亲。 亲情已经对你敬而远之。不要自作多情地去惦念别人,从而加重感情的负担。 别去冲英雄好汉,自找没去,别轻易答应为别人做什么。少说事,多说不。 有压力和负担的事情别去做,少为自己安。排固定时间的固定任务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要一点一点地舍弃。要轻松自在很简单,打理好自己的事。 不要去管别人的事。不要去管别人的事,别操心。老天爷的事。 首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,少给子女添麻烦也就是贡献了。 子女奪的老人,尽量不要留有遗产,免得子女们为争夺家产打官司。 有经济能力的老人,要把自己的最后一笔丧葬费也预留出来,这样。 女们才能心安理得送好你最后一程。 。 中老年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太痴心太投入了,不然就会自食苦果,没。 人可怜。张小燕这说的太有智慧了。 。 活着就是胜利,赚钱只是游戏,健康才是目的,快乐更是真谛。 。 百年之后,你睡你的,我睡我的。 再美丽的语言也无法跟你沟通,因。 。 为我们要沉睡,睡很久,很久。 所以,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,因为每个。 。 是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,最终,还是要互相分离。 不要争执,不要斗气,好好说话,相互理解。 。 好好珍惜。 对你好的人,失去了,怎样也找不回来。 离开了,互联网也。 联系不上。 生命,每个人只有一次,或长或短。 。 生活,每个人都在继续,或悲或欢。 人生,每个人都在绿途,或起或福。 人无完人,事无完美。 有些小人,你不需计较,计较会烦。 有些烦事,你不必在意,在意会累。 世界很大,人心很细,哪能不遇到小人。 红尘很深,人事浮华,哪能没有心烦事。 笑得浅一点,活着就该随遇而安。 看得淡一点,头顶就有一大片蓝天。 谁都会害怕失去,因此是拼了命的珍惜, 后来却还是什么都留不住。 人到老年,还是顺其自然吧。 无可奈何也好,心态淡然也罢,认认真。 真。 地活在当下,自然发觉生活也并不是那么难来。 人一辈子,有人羡慕你,有人讨厌你,有人嫉妒你,有人看不起你。 没关系,生活就是这样,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,不要为。 要讨好别人而丢失自己的本性。 一样的眼睛,不一样的看法。 一样的耳朵,不一样的听法。 一样的嘴巴,不一样的说法。 一样的心,不一样的想法。 一样的钱,不一样的花法。 一样的人们,不一样的活法。 再优秀,也得要碰上实惑的人。 再付出,也得遇上感恩的人。 再真诚,也得感上有心的人。 再谦让,也得面对珍惜的人。 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说,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。 这个世界,不是用眼看,而是用心品。 自顾人生最寄满,半贫半负半自安。 半命半天半机遇,半取半舍半行善。 半龙半哑半糊涂,半智半鱼半金贤。 半人半我半自在,半性半醉半神仙。 半亲半爱半苦乐,半俗半缠半虽缘。 人生一半在于我,另外一半听自然。 用心数数,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半,还有多少日子够我们浪费,够我们。 消遣,够我们作茧,够我们感叹。 好好的活着,简简单单的过好老年的每一天。 这几段话真的太经典了。 罚给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领会领会吧。 回去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